大家好 这凤尾竹是一种特别洗湿 但是又怕烙的植物 所以平时浇雪就特别的麻烦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给凤尾竹配土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特别疏松透气的土壤 然后这个盆的话呢 最好就选择像这种空跟盆 透气性比较好 除了做好盆土的工作之外呢 后期浇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它洗湿又怕烙的一个特性呢 所以我们浇雪的时候 最好就是采用一个透与不透相结合的浇水方法 那么怎么浇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观察盆土表面 然后可以适当的摸一下 如果盆土表面呢 大概有两三公分呢 已经干了 我们这个手不要浇水 先用喷骨呢 给它在盆土表面呢 先喷喷水 然后呢盆土表面再干了之后呢 我们再这样喷 最后等到盆土底部 大概七八公分左右已经干透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方法呀因为经常给它盆土表面喷水物 就会导致盆土的这个中上层呢 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润的状态 然后呢底部啊又不缺水 这样的话既补了水又可以避免盆土过于干旱 才有利于这个凤尾珠的生长 因为采用这种方法呢 它浇水的这个频次啊 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趁每次浇水的时候 在水里面加点肥 可以用这个竹科专用的油精养养液 就比较适合这个凤尾珠的生长 每次大概就稀释五百倍到一千倍左右 给它搅拌均匀 溶解之后呢 再来给这个凤尾珠啊 进行灌根处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既补了水又补了肥 凤尾珠呢不仅能够正常的生长 而且还能够越养越旺 所以养凤尾珠啊 如果大家不懂教学的话呢 也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呢既可以补充充足的水分 又可以避免积水难根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